Salud, 大家是你,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近期看一些飲食文章 經常見到一個詞 古早味 似乎傳統食品的食味和外形出現變化後 消費者又想找回它的原始風味 於是令古早味的角色美食軟土重來 我都來趁熱鬧 將我近期介紹的巴弗利亞蛋糕 做個古早味的給大家看 我今次重造的古早味巴弗利亞蛋糕 因為某些原因是相識的 不過要說明一點 它其實仍然是傳統食味 而今次所講的古早味的味 不是指味道而是它的形式 之前曾經介紹過 巴弗利亞蛋糕的其中一個來源傳說 是從龍茶變化出來的 後來逐步變成奶油和沒有蛋糕底 只是簡單地將它放在容器或煲中凝固 然後反轉倒出來在碟上吃 這就是它的古早形式 不過如果真的要這樣吃 如何脫模是一個問題 因為它是會黏著容器 沒有辦法倒出來的 怎樣解決呢 有發覺高點師說過 我們應該在奶油倒進去之前 先幫容器塗一層油 但是我擔心這樣會影響它的食味 所以沒事 如果沒有茶油又應該怎樣做呢 又有高點師說 可以用熱水先將容器浸一會兒 這樣就可以將奶油倒出來 不過這樣又產生另一個問題 就是接觸到容器的奶油溶化了 倒出來的時候會破壞它的外形 就像這樣 雖然可以重新放入雪櫃裡面 將溶化了的奶油再次凝固 到最後不會影響食味和口感 但是就不好看 所以我想真正的解決辦法 是用直家帽來裝奶油 然後將它放入雪櫃裡面的冰格 將它冰硬 之後因為直膠帽是軟的 可以將奶油直接擠出來 然後不變形 可惜我家裡沒有直膠帽 所以這次也沒事 好了 古早型的巴佛利亞蛋糕 簡單介紹過了 但是還有一件事要交代 就是上次做草莓巴佛利亞蛋糕的時候 鏡面裝飾失敗了 因此今次想趁機再做一份 一個小的 然後用自製西莓果醬 再做鏡面一次 結果是這樣的 看看如果每個環節都做得對 蛋糕環節面應該是層次分明的 這個亦是我上次想要的效果 今次總算成功了 今次就講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下次見 下次見 多多看 我這樣下班 你會唱到這裏 你會唱到這裏 再次回到這裏 我有選擇 你回到這裏 你回去期待